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的心中有什么需要耶稣治愈的吗 让今天12月6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爱是最好的药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有一天 耶稣正在施教 几个法利塞人和法学士也在座 他们是从加里勒亚和犹太各乡村 及耶路撒冷来的 上主的德能催破他治病 看 有人用床抬来一个患瘫患症的人 设法把他抬进去 放在耶稣跟前 但因人众多 不得其门而入 遂上了房顶 从瓦中间 把他连那小床系到中间 正放在耶稣面前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 就说 人啊 你的罪赦了 经师和法利塞人开始蠢堕说 这人是谁 竟说泄毒话 除了天主一个外 谁能赦罪 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向他们说 你们心里蠢堕什么呢 什么比较容易 是说 你的罪赦了 你的罪赦了 或是说 起来行走吧 但未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权赦罪 便对贪子说 我给你说 起来 拿起你的小床 回家去吧 那人立刻在他们面前 站了起来 拿着他躺过的小床 赞颂天主 回家去了 众人十分惊奇 并光荣天主 满怀恐惧说 今天 我们看见了 出奇的事 感谢天主 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福音中 有奇怪的一幕 面对瘫痪的人 耶稣没有第一时间 医治他 让他站起来行走 而是先宣报 他的罪被赦免了 虽然福音没有说明 瘫子犯了什么罪 但是 最意味我们选择 远离天主的生活方式 或切断与天主的关系 多时 身体上的疾病 反映我们的生活模式 价值观 思想与态度 比如说 我们没有好的生活习惯 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 不知节制 或因追求成就金钱 拼命工作 或让身体过劳 身体自然会生病 或因心中时常纠结着愤怒 悲伤 自责 嫉妒等 负面情绪 让自己得到忧郁症 多时 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但当福音中的贪子 被带到耶稣跟前 耶稣虽知道一切 却没有判断他 或指责他 而是宽恕他 让他得到罪赦 贪子之所以能够站起来 是因为他感受到耶稣的爱 因此打从心底靠近耶稣 悔改就是心里愿意接受天主的爱 承认并相信天主 不再选择远离他了 在将临期间 让我们真诚地面对自己 并且到耶稣跟前和他聊一聊 他是我们最可以信任的朋友 不必担心他看不起我们的软弱 无论你现在是谁 或曾做过什么 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他 他的爱能治愈拯救我们 福音中把贪子 带到耶稣面前的这群好朋友 他们同心协力 合一 共融 爱尽人的行为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博爱 今天 让耶稣邀请我们陪伴那些 渴望到耶稣面前 却仍旧抗拒的人吧 请品尝圣言 莫想耶稣看到你心中 不可见人的罪 而对你说 人啊 你的罪赦了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在他人需要帮助时 事实地伸出援手 协助他人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圣神 请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会自我封闭 使我们远离罪恶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敞开心 让耶稣的爱来治愈拯救我们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